南韓在星期日宣布将现有的防空识别区范围向南抗展 与中国没多久之前筑定引发争议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重裂范围增加 当中涵盖中韩有主权争议的地区 南韩国防部下新的识别区将会在12月15日生效 范围伸延至浙州岛以南的马罗岛、洪岛以及黎鱼岛 即是中国所称的苏岩朝上空 与国际民航组织筑定的南韩飞行情报区域完全相同